泡脚池怎么变成了泡汤温泉呢 昨天晚间有民众在宜兰郊西地景广场的泡脚区 拍下了有一名男子竟然光着身子全身泡进池中的画面 民众见状气得发文痛批 不少在地人也觉得这样的行为相当不妥 不止破坏环境还有卫生的问题 郊西乡公所也表示 泡脚池的水位高度是根本不适合泡澡的 未来也会增加人力巡逻劝导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一名男子光着身子泡进水中 不过仔细看池中的水却相当浅 原来这根本不是温泉池 而是宜兰郊西地景广场的泡脚区 男子竟把泡脚池当成温泉泡澡 不少民众看了只摇头 由宜兰郊西乡公所设置的郊西地景广场 现场有四座泡脚池提供民众免费体验 成为当地热门景点 不过22号晚间8点多 却有民众见状一名男子违规泡澡 期待拍照泼网痛批超夸张 竟把公共泡脚区当成独享温泉 文末跟打卡浇西泡脚递景广场 打算男子行为 他的高度就是只有到膝盖这边 那温度也是不宜泡汤的 那如果说持续劝导不听的话 我们才会就是请警察单位来协助 男子违规泡汤不止有癌观瞻 还可能衍生卫生问题 郊西相公所也强调未来会加派人力巡逻 希望能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还给大家干净的泡脚区域 记得理科研 两报导